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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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0年以来 我积极地参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第二位主持人何志雄 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可持续文化项目的研究员 他也是北京梁肃民乡村建设中心的执行委员 在过去的15年里 梁肃民乡村建设中心在中国各地建设了超过70个乡村实验点 连结了来自200多个高校的大学生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 我们第三位主持人是黄平教授 因为他有要事在身 所以他会提早离场 我们将请他在温教授的讲演之后先做评论 黄平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的主任 也是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 他曾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 也是美洲研究所的所长 他也曾担任读书的执行主编 我们今天的讲者 温铁军教授是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的主任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以及海峡乡村建设学院的执行院长 他是宏观经济和农业问题的领先学者 也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同时他也是国务院及中国生态及环境部的政策顾问 温铁军教授在政府部门、学术领域、大众媒体及草根社群都有广大的读者群 作为一名广为人知的农业问题专家及政策顾问 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社会运动家 在200年开始了中国的新农村运动 重点是推动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复兴 他尤其关注小农生计 在1968年他17岁的时候 被送到山西省的山区去插队 接着他坐了两年的卡车司机 那么接下去四年又做了社会服务 在28岁的时候他才上了大学 11年与工农的工作与学习塑造了他的世界观 这些草根经验极大的影响了 他的关于可持续农业的实验以及政策领域的研究 他被媒体称为山农问题的专家 那么这山农问题就包括农业、农民以及农村 而且他脚踏实地地做实事 走到社区去做实地考察 他为成千上万的学生、农民、农业务工作者、政府官员 做了很多的演讲 开展了很多的培训项目 那么接下去我们有请何志雄来做几句介绍 我是来自北京梁寿民乡村建筑中心的何志雄 作为今晚的主持人之一 我想对文老师的宏观研究 以及在青年人在互联网上的传播 做一些补充的介绍 我是从2005年开始加入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非常有幸在这个事业中成长和收获了很多 特别是有机会学习文老师的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 文老师不仅是国际国内最有名的山农问题专家 而且也是用政治经济学解释 近代中国历史以及总结归纳 中国发展经验方面是最有成效的学者 那文老师的十次危机讲课视频 在国内各大视频网站上 都是最受欢迎的严书类知识课程 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解读 不同于主流左派和右派的 两大意识形态的教条说 是紧紧抓住了中国追求工业化 资本原始基点的起点 包括内部的资源禀赋和制度文化等基本国情 以及在外部来使二战后美苏两大 瓦头主导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国际新格局 那么伊托温老师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材料 将理论逻辑建国的起点 与历史经验的起点相一致 关于中国在某时代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 改革开放之后 产业资本的结构转型和扩张 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 并崛起的历史养化过程 就非常清晰地呈现给观众了 根据温老师的演讲视频 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编辑和整理 将一些材料和逻辑进行的补充完善 就是我们即将要出版的《十次危机》 讲义版这本书 欢迎大家关注 那另外作为对这本书的一个补充 因为《十次危机》重点是讲了中国各个阶段的发展经验 但中国的发展也是在既有的某种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地缘格局的约束下展开的 中国与这种全球秩序既有融入或依附 也有矛盾和冲突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需要拟清这样一个大的全球演化的脉络 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客观发展经验 才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对比的参考经验 避免盲目地照搬 那么温老师的另一本新书 《金融资本时代的冷战演变》 正是这样的一个补充 这本书也即将复制 也欢迎大家关注 这两本书其实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甚至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对历史事件材料的积累 才能够阅读 但这并没有吓住青年学生的热情 以这两本书的内容为基础 我们为温老师录制和发布的演讲视频 也想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想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最终不过是为了探索未来的出路 所以说温老师以及很多其他相见知识分子 他们毕露男女不舍倦理所做的知识生产 正是为年轻人走向未来打下的监视的铺路时 非常感谢温老师 也很期待温老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讲 好 我就补充这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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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志祥 现在我们邀请教授温文 来发布他的讲话 我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研究工作 是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中国工作成果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时是现在全球面对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研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我们也明白中国的这个一种 岁周年到现在 已经经历过十次的位置了 这个 这个 危机是从那个 所以在第一步 我会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 就是中国当时 中国危机当时面对背景的问题 大家知道在第二站以后 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新于这个南站 在南站里面 就是变成是一个趋一性的一种热站 首先这个朝鲜战争 日本的工业是被美国解决掉的 是工业化的 因为这个情况 这个新的条件就是 美国重新建立日本的工业 重建日本的一个军事力量 当时提供这个500亿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元素 然后 苏联就是支持这个中国去参加这个朝鲜战争 就像中国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 550亿美元的一个建设 就刚才美国对于日本是一个150亿美元 所以中国有这个机会在1950年代 盆着这个苏联的一个援助 就开始这个工业化 然后开始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当时所有美国跟这个苏联的一个 都把这个分别投入这个工业 日本跟中国 都是一种军工业 都是一种重工业 所以当1970年代 西方开启 所以当西方把这个 把这个产业转移过去的时候 都是一些老的产业 好像一个繁殖业 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 到这个高科技跟这个机器生产的一种工业 所以从1950年开始 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朝鲜战争这个背景 但是问题是 很重要的问题是因为 我们要明白 任何国家想要进行工业化 它第一个困难就是要 他们没有这个资本 他们这个资本戏剧的条件 就是因为工业很生产 是基本密集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劳工密集的过程 当你没有基本 当你建立这个政团的时候 好像中国刚刚建立一个政权 没有资本 是非常去那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当中国尝试是工业化的时候 它只需要 就是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资本的源起之类的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 在五十年代 中国是推行一个土地改革 因为中国经历过一个土地战争 革命 所以每一个农户 每一个小农户 家庭农户 因为这个土地 这个分配 所以传统的一种 传统的小农户经济 又重新建立 复兴起来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每一个农户 它分一块小地 那么农户就不用去市场 去购买粮食 购买工业产品了 他们看了一块地 就自己去自给自主了 所以他们没有对外卖 外卖箱品的一种要求 这是传统的一种小农户经济 所以你把这块小地 分到为这个农村 这个农户以后 就变成是没有这个办法 去抽取这个农业的剩余 为工业化去抽取 榨取这个农业的剩余 因为人们都喜欢 自己有一块地 有自己生活 家庭之类的基础 他们就很难去贡献 这个国家的工业化 所以1950年代 因为这个朝鲜战争 和苏联投资 中国的农工业 和农工业 所以就出现另外一个 很大的困难 这个障碍就是 就是他生产出来 这些机器产品 比如说拖来机 但是小农是没有需要的 小农他自己一块地 一某三分地 是不需要去买这个拖来机 不需要这些工业的 这个农业产品的 所以因此 尽管这个城市已经建立工业了 但是他找不到市场 中国没有国内市场 去吸收这些工业产品 因此一开始 中国的一个工业化 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 这个主要的概念 这个中央的概念 这个很有意义 当所有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都追求现代化 但是过去一百多年 这个现代化与生亡 就是 就是城市化 工业化 都是最要资本的 最要资本投资 但是就于当时中国 没有资本 如果我们在推荐 我们的一个农民革命以后 我们有一个土地分配了 没有农户 所以我们谈论 这个西方中心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我们就 中国是共产主义 是社会主义 这个社会 但是你读一下 马克思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这个概念 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生产 是一种大工业化之下的 而不是一种农业 小农经济 小农业之下 这个条件之下的 所以当中国推行 这个土地革命 土地改革以后 重新分配土地以后 每一个农户都 分到一块地以后 我们就没办法 去推行这个工业化了 这是一个矛盾 这个是一个 当我们谈这个现代化的时候 不管你说什么主义 我们一定要 敲约这些意识形态的 这个是一个 历史这个时代 在历史时代 条件之下 我们没有这个资本 而且所有资本 跟所有这些条件 都集中在城市 基本集中在城市 之后就会有风险 风险之内 到一定的条件 就会爆发 就变成危机 就是说明 这些经济的一种成本 就从这个成本 就从这个城市 转移到 转嫁到 这个农村 所以农村就要 承担这些成本 然后农村 就变成是一个输家 所以这个 工业化的一个现实 中国工业化的一个现实 我们要重新去 界定什么是 这些资本 这些资本 还是国家资本 其实这是一个 所有这个生产资料 生产这个主要这个要素 都是中国 国家 都是国家空气的 所以人类的一个异化里面 就是去赚钱 就是把人类 人力资源 变成是一个工业 一个资本化 就变成是人类生存 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人类资源 就是人类生存 那种很重要的 基本条件 但是你要去转变 走向这个工业化的话 你就需要这个资本 当时中国是缺乏这个资本的 所以中国当时就会优先资本 结果变成一个矛盾 任何一个政府 任何一个发生 中国家的政府 都推行一种 轻资本的一种政策 轻资本的政策 就是说明 不能复杂这个资本短缺的问题 也很难去兼顾这个社会的公益的问题 平等公益的问题 他们建立这个长期的一个 这个目标 希望所有人 全国家所有人 都贡献他们 不管他们有什么都贡献 以后就 就推行这个国家工业化 以后就共同地去 分享这个利益 首先当时很喜欢动员 大部分人 所以当时很多运动 一些中国政府 当他们当时没有资本的时候 他们能做什么呢 他们只能 给所有人 一个强怨 那个目标 比如动员 亿万的人 胜益的人 去参与这个建设 以社会主义为名 但其实上 基本上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它还是一个关键的角色 是爵士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当你建立这个 基本之后 你就需要建立一个 一个建构 一个 一个 嫉妒的一个 转变 所以你有这个 现代话的话 有自由话 不管你是说什么 就是 就是 话 就是一个名字 但实际上 你要 你要观测 就是什么 什么话 你要 你要 你要观测这个 基本 运动的规律 所以 基本上有自己的 规律 运动的规律 不管你相信你什么主义 不管你说你自己 什么机构 或者是嫉妒 实际上 基本的一个运动 规律 是自我运行的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 搞清楚 其实 我们也需要知道 不管 任何国家 当你 当你进入这个 工业化的时代 年代之后 你就一定会 遭遇这个 周期性的一种危机 也是一种规律 其实是 普遍的规律 规律 在中国 在旧的中国 在是 在旧的中国时代 也有 类似的 国民党统治之下 这个中国 也也是一样 因为有西方 推行西方 的现代化 而失败了 在我们的书里面 我们在 很详细的解释了 为什么 民国是失败了 在 新中国 成立的初期 当新中国成立以后 以新民族主义 的名义 当时是 尝试建立一个 民族 资本主义 这是第一 第一阶段 阶段 就是中国 想推行 工业化的 第一阶段 立马 中国就面对 要明白到 民国的一个 面对的问题 又再 重新出现了 就是通教 有高通教 所有这些 私人资本 私人工业 私人企业 都会导致 这个高通教 当他们面对 这个高通教 高通教 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办法 从事这个实体经济的生产 他们就会把钱投到这个投机 这个 比如说这个股票啊 这种投资市场里面 所以比如说当时想成立这个 基本主义这个季度的时候 就差强被这个基本本顺挑战了 就是一个新的政权 新的政府 那么他们占领城市以后 他们从这个城市 龙川转到这个城市以后 他们立马就面对 基本所引起的 因为基本集中在城市 怎么面对的这种困难 所以第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位置 是1949年到1950年的 它是延续民国时期 这个经济流上来的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位置 就是让这个中国政府 明白到 他们不能依赖 民族资本主义 他们要改变他们的季度 首先是动员 亿万的 上亿的人民 当时有五亿的人口 他们要动员五亿的人口 去参与这个革命 所以他们就推行这个土地改革 以后 以后这个 通降就解决了 所以当时的 农村的人口 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以后 他们就向城市提供 大量的一种农产品 那有大量农产品之后 可能是棉 可能是粮食 穀物 然后整个物价就下降了 所以这个通降危机就解决了 所以农民上次是 贡献很多的农业产品 所以城市这种 这本公司 就不能利用他们的钱 他们的资金 去追求高价 去买个好的价钱 所以这个危机 不是现代化的一种 不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 中央政府所解决的 而是因为土地改革 因为当时 因为当时88 反正88率的人口 都是农村人口 所以这个农村人口 大量向这个城市 供应这个农产品 让整个层家 这个物价水平的下降 所以你明白 中国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不是靠这个现代化 不是靠这种传统的 而是靠传统的一种 千百年 一千年的一种传统的一种 中国这种旧类 以前的旧的旧类方式 他们解决了这个城市 因为现代经济所 引起这种经济问题以后 他们现在是用传统的一种 方式去解决这个 新的问题 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在新中国的旧类的方式 跟旧中国的旧类的方式 都是一种用工业 基本的工业化的 我们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们也发现 我们总结了 就是六十年 中国在 参加全球化之前的 因为全球化是另外一个危机的来源 但是当中国参加这个 朝鲜山战争以后 它立马 这个美国 跟其他西方国家 就开始 击财 禁运 对中国实施这个禁运 所以中国只能从这个 苏联里面 得到它的工业 这些涉币 因为西方 所以应该从一九六十年代开始 苏联又对中国进行 这个停止这个投资了 所以因此 中国 不管是美国 苏联都没办法 都出现一个脱钩了 这必必出现一个脱钩 中国还 因为这个情况之下 它还是要继续它的工业化 但是工业化又需要这种 基本的籍类 但是又没有外国资本 没有外国投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只能自己 推行一种 内部的工业化 它一定要 因为外资 不管是任何外资 只要它是楼金投资 就变成这个外债的 所以从一九六零零代开始 当苏联停止 对中国的投资以后 又要求中国还债 完成它的原作的债 中国就变成一个 两次的一种危机 所以六十年代 两次大危机 所以从六十年代开始 从六十年代末期 都经历了两次大危机 所以第一次 因为外资投资 而变成了一种外债 而变成一种危机 所以因此 我们说它是一种外债的危机 因此 在一九六十年代之后 从一九七十七零年代开始 美国开始 重新 跟中国建交 重新建立这个外交关系 所以这种脱钩 这种禁运 这种问题 就消失了 中国就抓紧这个机会 重新利用这个外国资本 去 属于 进口 各种西方的设备 以后好久 西方的一种技术 跟管理方式 所以从一九七十年的开始 一开始 又变成另外一种 两次的一种外债的危机 因为所有这些外债 外资 最后都变成这个外债 所以这是一种 很有趣的一种 现象 这不管是 发展中国家 你想要 由外国投资 去购买 这个外国的 这种石币 你得到的 都不是最现代的 最现金的 你得到的这种 石币 都是老一代的 都是旧的一代的一种的 所以中国 当进口这些机器 这些石币以后 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没有可能 生产出来 出口的 因为都是老一代的 人家已经淘汰的一种产品 所以在西方 在外国已经被淘汰的产品 因为外资 只能变成外债 所以 因此 你又要还债 你又要用你的资源 你得用你的农产品 去还债 所以这个是同样的 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 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没有发展中国家 都是 所以问题是 中国是怎么样去处理 走出这种危机呢 这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有外在变成那种 有外资 投资变成外在 就变成一种 政府的一种 政府投资 这个工业化 这个城市法 就表示 就是劳贡 就是外在就变成 是一个 政府的赤字 赤字又变成一个事业 因为中国政府 需要 需要采取一些 超市去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 政府的一种财政方面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70年代 80年代 中国只能靠 大量的财政 透支 测试 当时中国 给这个农业 有些特别的 一个 一种处理 就从80年代开始 就是中国 政府 永续 这个 小农 去 搞一些小生意 搞一些小的经营 因为当时 他们是不能到城市去的 但是 因为当时 政府是控制了 这个农业的一个劳工 因为当时 农业劳动力 不仅仅可以去 从事这个劳工 农业 还可以从事 一个城镇的一种 小工厂 小的这个 工作坊 他们用他们的一个 资源 做一些加工 然后把它 延持 因为当时外在这个危机 因为政府的一种 实际上变成是 它让这个农业 农业的生产力 农村的生产力 解放出来了 因为很多这些 剩余的劳动力 农村劳动力 他们用很小的一种 资源 因为中国的资源资源很小 土地资源很小 但是他们不能吸纳太多的 劳动力 所以这些农村的劳动力 利用这个机会 去在他们的 象征企业 在这些小的小工床 小的小工作坊里面 象征企业里面 去工作 当时 当时差不多有 一一两千万的 一个劳动力 参与 这个农业 工业化了 那个农村的 工业化了 实际的 这个收入 在这个农村的 这些农村的 小工床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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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达到 两千七百万 家这个 象征企业 因此这个农村的人口 就开始有一些 现金的收入 因为他们卖了 这个产品以后 他们得到 现金收入 因此他们 因为他有钱 他们就记着很大的 一种内部的 国内的 利税 因为利税的话 就解决了 当时城市的 一种工业的危机 因为当时 城市的一种工业 也没有这个市场 所以当 农村的一个 农村的一种 税求增加的时候 城市的一种工业 危机也解决了 因为八十年大 因为农业 农村人口有钱了 他们搞这个 小生意 小乡政企业 当时是很 是很 很有趣 非常精彩的 一个现象 但是当八十年代之后 当这是解放出来的 一种农业 这个劳动力 参加这个农业 这个工业化 农村的工业化 本地的工业化的时候 所以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但是 与其同时 因为 因为农民的一种累税很大 增加很快 就变成是一个通胀 重新出现一个 在八十年代 就出现一个 高通胀的一种 时代 危机 尤其是 1989年 当时 中国 外国又在重新禁运 既裁 这个中国了 所以1990年 中国又在 顺域这个 碎退 所以整个 1990年代 整个 中国的 顺域 这个 碎退 里面 所以当时 也很严重的一个 通胀 通胀问题 所以当时 很多的 农业 当时很多 国有 企业的工人 都给解雇了 所以我们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中国的一个 危机 从50年代 到 90年代末期的 多次的危机 所以在60年 在60年来 我们有四次 外资 演变为 九次的危机 因为外资的 楼欲 楼进 就变成 一个 危机 尤其是外资 投资 变成外债 外债 变成一个 实际的投资 所以 有 造成 高通 所以一连串的 事情就变成 是一个危机的 一个爆发 在最终 在最终 经过60年以后 经过多次的 这个危机以后 中国最后 终于 建立起 自己的 国家工业系统 所以从 1990年代末 中国这边 成一个 出口的 一个大国 就是这些危机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四次的一种外资 引进外资所引起的一种危机 我们有四次 就是四次的开放 开放给外国 不管是苏人 还是后来的私房 然后面就变成一个高通账 然后外债 然后持续 持续危机 所以从50年代之后 新中国成立以来 大部分这些 这些危机 都是通过 在毛泽东这个时代 都是通过 都是把这个 自称 向上 上乡 好像我 我当时也是在 1968年 也向上 上乡 当时我是十十岁 十十岁的时候 我当时 因为这个 城市的一种 事业 问题 不管是我 我的父母 我的 我的姊妹 我的 我的 送家 所有都被 送到 这个农村去了 因为当时 在城市里面 是没有 这个 没有这个 职业 没有这个 工作的机会 因为中国的一个 双重 这个结构 特别的 就是城巷 二元结构 所以我们可以 农业 是 远 找路 农院 作为 农业 农村 作为这个 城市危机 人 找路 的一个 条件 因为当时 的 城市 被送到 这个 乡下 所以 我经历 所以 我经历 是 第一次 以后 因为 这些 潮水 就是把 自称 送到 这个 农村 在 对方的 一体里面 就会觉得 就是 共产主义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错误 共产主义 发 很很坏的 对人民的 很坏的 错误 但是你要理解 当中国当时 面对 这种情况 危机 之后 它唯一能救的 只能把这个 成本转下去 把失业人口 转出去 所以 为什么中国的 这个系统 跟西方系统 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用西方 那个系统 去解释中国 所以 不许是老一代 又新一代 那我们开始 这个改革 改革以来 我们也经历过 这个危机 我就总结 我说每一次改革 都是因为 危机而引起的 每一次 这个危机 每一次领导 新的一个 领导班值上来 都会面对 危机危机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 每次上台以后 他们掌权以后 他们都有面对 这个危机的挑战 所以他们一定要明白 中国的一个体制 跟体制 跟中国的经济结构 如果你们可以 比较深入地去研究一下 你们就会发现 长远来说 中央是很难 去控制地府的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上对来说 是很 相对独立的 因为长远来说 中央是控制 这个 这个财政 所以因此地方政府 不一定会 争取中央的 因为当时是没有 这个经济 这个基础 所以当我们 插在这个 传统化以后 我们就遇到 更严重的一种 危机 它是一种 失入的 危机 就是一种 这种 那个图 怎么去 在中国 中国跟 对全球 这个 基本市场 西方 发达国家 美国的一种市场 在中国 向西方 提供 年价的一种相比 然后就 换回一些纸币 它拿到这个纸币 用完以后 它就变成一种 外汇储币 然后这种外汇储币 又要再重新 投资到 西方的一种 资本市场里面 所以因此 中国有这个 基本项目的 一个顺差 所以我们是一种 低价的一种 我们是相重的 一种贡献 我们一方面 要贡献 一种贡献 一种低价的 一种商品 我们另一方面 又要贡献 一种 一种资本 双重的一种贡献 这就是 全球化的 积蓄所在 所以为了美国 跟其他西方国家 不能允许 与中国参加 去形成 他们的新的一种 积蓄 因为 当你中国 自己建立自己 新的积蓄 以后 你不再 你不再向西方 提供这种 基本之后 就变成一种 对他来说 就变成麻烦 但是我们也明白 我们也明白 就是 你也明白 国家 究竟是 住在哪一个 国际政策里面 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 所谓的 金融资本阶段 国家竞争的 这种 微效曲线 因为不同国家 是处于 微效曲线里面的 不同的位置 我们知道 有些国家 尽管它的 GDP很大 GDP分量很大 但只是一个指数 一个指标 这个GDP 不然 只能给你很大 这个指标 但是它不然改变 你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 很小心地 深入认识 我们整个情况 所以就是 比如这个 出口经济 出口型经济 就是微效曲线 就是说 我们 中国 这个微效曲线 是越来越 深化 就是 我们把大部分的利益 都是贡献于西方 那种国家 或者西方那种 高科技国家 所以这种 像这种微效曲线 不仅仅发生在中国 也还发生在 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明白 希望你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我们的研究 然后明白这个事 明白为什么 全球化 他们取于这个全球化里面 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 他们现在为 不断改变他们 因为西方的 他们不断 他们的一个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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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 位置 因为 金融化 金融全球化 就是计较这个包墨 计较这个金融包墨 所以 唯一他们能够获利的 从一个实体经济的里面 去得到这个利益 得到这个收益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 我们究竟是住在什么的位置里面 我们在里面 我们想改变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因此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回头看来 回头看我们内在 看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 一个带入性国家 我们从21世纪以来 中国希望改变 我们的经济结构 把更多的投资投入这个 我们内部 而不是投资于这个全球化 这个是很重要的 内部循环这个提出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有1300万亿的一种 资产 这是一个很大的基础 这是一种实体资产 它建计于什么 它建计于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 我们的主船 我们的主船 那种信用 生产很多的 积架 很多的货币 我们这个货币供应 就是说你的主船 因为你的主船 能控制你的货币系统 你的金融系统 因此你就可以控制 这个金融资本 不让中国的一种金融资本 去追寻这个西方 那种方默化的一种 一种金融资本主义的一种游戏 所以这是很重大的改变 所以西方的货币 所以他们 很希望中国的金融资本 都会参加全球的西方 一种季度游戏 所以希望他们 若遇见到中国 变成像西方一样的 一种金融国家 但是 但是你现在 做的事情不一样 现在是改变你的方向了 那我们也要改了 所以中国做了什么呢 中国是做了三大领域的一种 差别在平衡及战略 因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快 更富有 大量的人 集中在一个 这个 远海地区 因此内陆地区 就变成是很衰败 内陆衰败地区 发生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因为中央政府决定 要改变 要改变 要重新去发展 这个内陆的一种经济 内陆领域 比如说东北 老工业区 这个重建 中部的一种崛起 细部的一个 我们要重新去 再平衡地域的这种差距 大部分这种 中央政府投进这种 利用中央的财政投入这种不同的区域 在这个中间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成像的一种 成像一种 当成像结构 这个差距很大的时候 再次投入 就是有差不多20万亿 有差不多20万亿 投进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农村里面 就是这个三通五通 这个物流网 物流网 通电 通路 通水 所以98% 99%的一个农业 这个农户 都已经有 有水有电了 他们就可以在他们家里面 去建议一些小生意 搞一些网络生意 这可以 另外就是这个 贫富的一个 这个差距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国家 这个 就是2020年 很重要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 就是 中国已经根据这个 贫穷了 所以中国变成 现在根据这个 这个 贫穷以后 就是 点成这种 中国的一种 社会主义的一种经验 因为这样子 中国变成是一个 我们有一种 双 金子 大的一种 结构 就是我们 稳定 稳态的一种社会 跟这个经济结构 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一种 很大规茅的一种 一种 本土的一种 财产 有一万三千亿的一种 一千三万亿的一种 财产 因为我们的一个 金融资产 大概只有三百万亿 反正事实上 他们都是一个 巨大的政府 然后在最顶层的 金融 债务这个资产 我们只有六十万亿 但是我们不会太关心 这些债的 因为 因为就是 在变成的一种 机场 期间 其实在 他们不是爆末 他们是一种 实体资产 实体资产 是一种投资 因为这种 我们有一个 稳态的一种 社会结构 因为很多的一个 他们 我们大量的人 基本上都是 小资产阶级 因为他们都有 自己的一种 资产 因为每一个农村 差不多是 每一个农户 都有自己的一种 财产 他们有自己的 一块地 他们自己的 一个房子 因为他们是 一个小资产阶级 有中产阶级 也有 所以我们现在有 有三个 五亿的一种 中产阶级了 所以我们有 百分之十 这种 最富裕的人 但是 两个结构 经济跟 社会结构 都是稳定的 相对来说 都是稳定的 所以去年 2020年之后 我们有 差不多四千万人 失业了 去年 但是他们 但是我们 没有借头政治 没有借头暴力 没有抗议 因为大部分的人 因为大量的 农业投资 在农村的 投资 就是希腊 这些人 把他们 重新 希腊 回去 这个农村 现在变成 一种新的运动 城市 中产阶级 地下的中产阶级 都跑到 这个农村去 参与 这个农业 他们都有 参与 这个农村里面 这种工业 这种 农业 要参与 市民参与 这个农业 所以以前本来是一种 成像的二元结构 现在变成一种 在融合起来了 所以 所以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 我们总结起来 不同经济危机跟德基 我们经历过 我们这个是内在危机 开始说是 引进这个外置 所造成的一种 内在危机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参加全球化的前 我们有六次危机 因为我们1998年 在于这个全球危机以后 2008年 2012年 我们有上次的一种危机 这上次危机 都是 因为中国驾驭 这个全球化而 而产生的危机 所以加起来 就是十次危机 他们都有不同的 特征 所以我们的研究 所以我们的一个 集体研究的一个团队 希望你们 可以去读一下 我们的书 谢谢大家 我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